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我是朱荣辉,我是吴海银,我是孙卓林,这个特别一点,因为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会放在三个频道,第一,就会放在住党的频道,第二,就是我们一个叫解围的频道,三个频道就会放在宣传, 个人的频道里面播放的,这集的内容呢,就是楼宇根深大行动2.0的第二季,应该叫第三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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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是复杂了,不如解释一下楼宇根深大行动是什么来的,楼宇根深大行动其实是一个大额的资助来的,因为呢,其实呢,大家要做一些楼宇维修的 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申请事件局资助,那么一个恒常有的呢,就是公共地方维修津贴的,即是大约每户三千元左右,但楼宇根深大行动不同了,只要你是那个单位的自住业主,基本上你就可以了,四万至五万的资助,这个是一个非常大额的资助 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大家记住,这个是由法团去申请的,是的,OK,那至于消防改善工程是什么来的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呢,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法团,如果你们收到消防命令五七二章呢,就应该要申请这个计划了 那这个计划呢,都是一个比较大额的资助,它就视乎你不同的楼层,你坐楼有多少个楼层 那就譬如一至三楼,四至六楼,有不同的资助页给你们的,那都是一个大额资助来的 没错了,我们这一集就会集中讲,整个,这个叫第三轮,楼居更新大行动2.0 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的第二位,难到爆的申请方法 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很多技术位,就是它的验楼啊,或者是那些消防改善工程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集数,尝尽补充给大家的 即是怎样才能够到这个楼层的难动2.0,第三轮的第二季 我们会不详细讲,因为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怎样去申请到这个津贴先 那至于细节的技术位呢,我们可以慢慢去探究 阿南,不如你讲一下,不是所有大厦都可以申请的 首先第一呢,要是住宅啦,对 第二,它还有些东西要符合,那些什么要符合呢 我们可不可以给一些数据,给图片大家看一下 好了,那其实呢,现在大家看到的位置呢 就是市建局,它本身网站上面的资料 那大家看到,现在左手边就是楼屋更新大行动2.0 就是第三轮的申请 那好了,几个合资格的条件就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楼屋超过或者等于30年以上 是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它要是私人住宅 及综合用途的住户,即是一些相处都可以 是的,就是工业底下或者是商业单位就不可以了 可以了,是的 接着,它也要是收到,即是屋宇柱或者一个独立審查组 给它的强债盐楼屋,或者那些叫做预先知会下面 是的,这是第一类 是的 滑是什么呢 滑就是40年滑以上 刚刚都说过同样的大厦,它是相住两庸 它无论有没有接过强制业楼命令 但是业主它有意,自愿去准办这个强制业楼计划 那都是符合申请之间的 OK,好了,那除了符合到的相住之外 那还有什么要符合呢 是的,那第二个就要看一个差项租值 这个差项租值在2-3年左右 它的平均应货税差项租值,如果市区 就是包括沙田、葵青、荃湾 每年是18万7千元以下 那如果是沙田区,那刚刚那些不算了 譬如元朗、北区那些 它的每年差项租值就不可以超过14万3千元 OK,那差项租值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怎么计算 它不用你计算 它怎样去评估 18万多是一个单位 还是重多单位 还是怎样的 解释给大家 其实通常很多人都会问 这个我怎样去计算 有个地铺 通常都会计算平均的 整座楼平均 但是很难拿到每一个单位的租值单 所以通常都会计算高中低层 这样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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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定义上面的计算方法 但是实质去操作很简单的 你打给市建局 你问他 我的楼宇 符不符合 那个差项租值就可以了 你说明这边是哪个座楼 那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的script 下面 就是留班人士 我电话给你打 那 差项租值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我也要说差项的部分 因为今天这集是讲申请的 如果你的差项租值 他竟然告诉你 你超了额 或者 你告诉你 我未知道你 未计算到你 那是什么情况呢 我相信这个情况 就是你的差项租值 可能已经真的超了 他们的限制 或者很接近 那个界限 就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有一些就超过了 有些就是低过 那究竟平均上 他未计算一年 ok 那这种情况 我建议你有权 就整个法团 去约见市局 和大家谈谈 我试过有些法团 谈完之后 当它 有些partneria 就是未有人 没有人 满足了整个申请的压度 他就可能会给你的 但你尽管试一下 这个我觉得 要指数大家尽量去试 是吧 好了 那这一个申请 就是用了差须租值 刚才南港那个是很准确的 就是因为 现在 我们正常来说 如果香港和新界是怎样的 就是用北京调约 南京调约 和新界 和高清调约 其实界限界而不 应该是新界 但是界限界而不 太大了 但是 现在不像这些地方 他就 总之说出来 你们觉得是新界的地方 就是葵青 荃湾 沙田 他就当是市区 他就当是市区 其余这些剩下的 大埔 反而是 非市区 非市区 是新界区 当是 粉岭 北区 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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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岛包括东涌 OK 大家要留意 所以我相信东涌 30年纽龄 可能是少一点的 可能是少一点的 20年纽龄 应该有的 30年纽龄 这个大家要留心 另外有个消防改善官员 那个是怎样的 简单的事情是怎样的 其实消防的工程 因为他们就 因应着政府 就是奥书局和消防署 出那个消防年 五七二章 那个命令去做的 至于那个命令是什么 我们都会有一段 去讲 所以只要你收到 这类型的信 消防处 其实它是屋书局 加消防转出的命令 要两个部门 一起去做的 这个命令 所以 因应是 例如你做一些消防口轮 那些 经常说要加消防缸 就是这个命令包含的东西 是的 这类型的消防改善工程 总之 它要你现在去过申请定义 就要你收到命令 嗯 消防处 滑屋书局 两个部门 未必在一起 嗯 可能前后脚 是 这个我们 集中说消防 那次会说 好了 最重要就是 说了这么久 什么资格申请 申请了 有什么 如何穿梭 我们又看回 那个 那 我们先说了 那个 楼宇根深大栏 2.0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相对很大的 而且很具体见到的 那就是说 如果未满60岁的自住业主 那就可以获资助有关八成 那每个单位上限四百元 那满了60岁的长者呢 都是自住业主呢 那他就可以拿到 有关费用的传送 那上限就 一万元 那当中都会有一些少少 是 楼宇私人拥有 伸出物的资助 就是简单来说 是处理可能一些 前建物的情况 他说有关费用的余成 和每个单位上限公司的 这个就是 OK 我们讲得再着地一点 这些是比较理论化一点的 就是说 现在 假如 你们的法团 成功申请到 都要留意 根深大栏动 2.0 第3轮 第2轨 OK 是 很难搞的 那 那 你们有两个类型 一类型 就是60岁 你没有60岁 另一类型 就是 960岁 但是 还有第3类型 就是公司持有 我相信公司持有 就会撥到60岁以下 OK 公司持有 都有 OK 但是 应该是要住用单位才有 所有单位未必有 所以 大家要留意 所以 如果60岁以下 你就是 你要分担 需要支付这个工程 够的八成 或者是四万元 就是如果你要够十万元 你八成 就是八万元 那你上限有四万 就是你拿了四万 我终了 但是如果你 只是够三万元 就整个大维生 三万元的八成 是二万四 那你上限就是二万四 你拿了四万 那如是者 六六岁以上的 就是 百分之一百 那如果 你是够五百元的 百分之一百 就是五万 那你不够足 是吧 如果够八百元的 百分之一百 但是对不起了 你不够五万多 那就说五万了 那刚才说的 那些 那些 像某某某某 私人拥有 的身春 物之助 就是 简单来说 可能是废置的装置 或者是一些 潜不见的装置 这两类型 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冷戏机置架 是属于你的单位 你被废置了 你就拆掉 第二类型 可能是浪衫架 是吧 你有用的 不过那些是潜不见 你没有 你没有 那他就 会资助你去拆掉 就 你不成 或者是六千元 这样子教低者运作 OK 那这个就是 那个津贴 那消防的那些什么津贴 消防的津贴 就比较笼 他就说 最高 可以可以拿到 这个工程 和购物费用的六成 按他的大下流域层数 因为他有不同的陈数 他那个上限额 就会有不同的 没错 因为这一个 刚才说两部分的钱 流云一生大行动和消防 都是讲法断失识的 但刚才我们提过 流云一生大行动 那里呢 理论上呢 他会给钱业主 业主是需要 垫这些钱出来 完成工程之后 跟着他就 分部分 可能分四期 分三期 最少都分一期 就给你 OK 但是呢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话 那里呢 其实是百分百个法团 来的 绝少呢 是做你室内的 所以是全部公家的 他就 当然大家可能要够钱 但是那块钱呢 他结果是放到法团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呢 都有些问题 这个导致 放回去 资助给你之后 分钱给大家 这个就是整个 流云一生大行动 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计划 资助计划 那个申请不需要 但是 申请是否集结账方 可以了 当然不是啦 其实呢 申请这些计划 都有一系列的议程 是需要通过 而且是在业主大会上面 通过 所以呢 大家就要留意 尤其是那些议程 是市建局的指定议程 那我希望它是根据 以往 之前的概念 去做 有些可能改善 加了 不要紧的 他加多 搞少些字眼是不要紧的 总之大家记住 这个程序上面 就一定是要 跟回他们的要求 开些大会去通过 一般来说呢 是通过申请这个制作 通过申请 通过哪个人去签署 是吧 是吧 通过要参加招标堂计划 有另一个字眼 是招标堂 是什么 招标堂呢 就是一个 叫做减低被人违标风险的计划 这个就是市建局的一个收费计划 虽然它都会有点资助给大家 政府就资助 是的 简单来说 这个招标堂计划 你付了钱之后 线局它提供什么服务呢 最主要可能是有几件事 第一就是一个电子的招标平台 让你在一个平台上面可以招请到这个顾问 以及承建商的 第二个服务呢 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独立的第三方顾问 它就帮你们所做的工程 可能你是消防 或者你是做强制业楼 它就帮你和你开会 给一个股价来 还有给几次的股价来 是的 还有它会帮你的手去看一下 你请回来的顾问呢 做个比对 看一下大家的股价是否都是相约 主要一个招标堂计划就是这样 对了 那我们未来也会拍片 有拍照表堂的 是的 因为呢 这个仗急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是即将申请了 是的 因为它在今年的第二季 即是预计四月就可以申请了 所以我们早前和大家说 有个准备给大家 因为很有可能是先到先得 很有可能是先得 也很有可能是抽签的 不知道它开哪一份 所以我们就先说定 因为以往两种情况都有的 是的 都试过的 OK 我们就不知道是抽签 还是快 但是我猜是抽签多的 但是你也要在指定时间之内完成 所以呢 我们预先告诉大家 今天是2月27号 6的时候 播露出街 可能不太晚了 但是 4月1号 就开始 大家可以开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有片 就是有关 流云今生大人动的详细内容 即拒击业楼 和消防安全的命令 是什么来的 和招标是什么来的 我们会尽快把这系列的片 拍完给大家 就是说我们说两个钟头 大家看着这个节目很棒 好吗 今次三台联播 有民主党频道 有我们解围的频道 和闪卓南的频道 他的联播 就到这里为止 好吗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